李连杰电影片酬6000万 张子怡约1200万 范明冰800万 一份网友曝光的男女演员片酬表 自己表思们瞬间感觉整个世界缺少爱 在国内行业工资增长最快的演艺界 年星以千万计的明星比比皆是 更别提一线大万 在网友烂片通缉令曝光的片酬表中 男演员片酬最高的要数李连杰 电影片酬是6000万 其次是成龙 周仁发和葛优 几乎并列排在第三位 凭步步精心迎来事业第二春的吴奇龙 一部电影片酬跟一集电视剧一样 在80万左右 五演员中张子怡位列第一位 电影片酬在1000至1200万左右 超过鼓励 尾随其后的是舒淇 范冰冰的800万 近年来唯有大动作的周迅片酬700万 而靠着快乐大本营 人气一直居高不下的颇解谢娜 电影片酬也有50万 电视剧单集10万 幻化的平凡最珍贵 马年充满进入倒计时 总导演孔小刚是越来越坐不住了 据传他四处密会大腕 求贤若渴 各位大哥大姐行行好 给我来点节目吧 不弄这个春板呢 不知道 弄了接了这个活以后 就是特别过切的想 能够找到精彩的好的节目 之前曾经声称不上春晚的宋丹丹 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去了 除非给我采取这个行政拘留啊 或者是什么 也难党冯岛多次劝说 说是只同意冯小刚 赵本山知道的这一届春晚 这是今年过年不春晚 要上只上冯小刚 10月14日晚 冯小刚又出席央视我要双春晚 趁要寻到好节目 而Q直播的渔记小伙伴们 也赶到了我要双春晚的现场 只是由于现场渔记太多 造成冯小刚被疯狂围堵之事 小伙伴也没能和冯岛打上个照面 关于种种提问 冯岛口风很紧 左一句不清楚 右一句不知道 从岛不说 Q直播我也知道 都说是张国立要主持春晚了 据Q直播的小伙伴透露 张国立在她的新电视剧发布会上 一直被问春晚 都把她问急了 你们别套我的话了 你们只要提春晚 我什么料都不会爆 不由得令Q直播 我想起姐姐的那句话 有人不愿提醒 有人日夜惦记 不知道是否在冯小刚的密会之列 宫林娜夫妇俩已经处于备战状态 为春晚准备好两首歌了 我们为青年春晚已经有两首歌 我们觉得应该会效果很不错 收满快到碗里来 只是Q直播我掐指一算 不知道现在送礼 还来不来得及 不需要发展 我们正在这家里 Quer�赏